跟着老鹏去吃肉 今天咱来到房山 吃一顿房山最火的老火锅 胖三娘呱呱老火锅 吃这种川式火锅 尤其这种老火锅 第一要看它的牛油锅底 就看它这个牛油的色度 有两块红红的 非常纯的牛油在锅底 然后加上清水 第二个呢是什么 你吃吃到嘴里边 它不成是那种 就是愣辣愣辣 就是接受不了的那种辣 它这辣呢 是入到嘴里边特别缓 特别柔和的辣 而且呢这个牛油呢 不是说入口就香 一定是回口香 这是牛油火锅 最基础的一个标准 说再好吃不好吃 那你就得煮开了之后 涮这些食材了 这个鱿鱼才是涮火锅 最好吃的 你要吃鲜鱿鱼啊 还不是那味儿 就得吃这种水发的 这个辣锅你多吃 我多吃这个番茄锅 吃牛油火锅 要蘸香油的油底 为啥 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啊 是为了解这牛油的辣 而且呢 牛油要是吃多了 容易什么 滑肠 就有些人接受不了太多的动物油 你用香油给它蘸一下 牛油呢往下涮一涮 鱿鱼吃到嘴里边 它是脆的 脆弹 四川人都是吃下水类的东西多 真正的肉 涮到红油里边倒不好吃了 尤其是鲜肉 炸蛋松 和鸡蛋绝配的就是番茄 这个鸡蛋呢 看的时候油油的是吧 到这个番茄锅底里边一配的时候呢 这种油腻感就没了 通过番茄汁的一个浸泡 这油呢也都出来了 因为这个鸡蛋呢 经过炸完了之后 它里边是蓬松状态 就跟棉花一样 放到番茄锅底里边充分的吸收汤汁 番茄的这种香 和有鸡蛋的这种香 融合到一起的时候 特别美妙 那它要是放肉汤里不还有肉香吗 那就太腻了呀 你在哪吃红油锅底 你不吃这个能行吗 得吃毛肚 铜锅扇肉里头不是也有扇毛肚了 清汤的你得裹着麻酱吃 这红油锅底蘸一点盐就很香 这种一二片的 这是毛肚里边最嫩的地 你要是说我切成一条一条的 这个呢是带着这个肚臂 就是那种的呢 适合做爆肚 就是在四川啊 红油火锅里边 人家不扇肉都扇它 它是为主 但是它北方是以涮肉为主 它为虎 反过来了 你看这个锅底呢 吃到嘴里边呢 它腊味不燥 你刚开始辣 但是越吃腊味越大 你为什么 你的味蕾已经适应它这个辣椒刺激了 后边越吃越舒服 鹅肠 我以为它翻车了 这个鹅肠呢 一煮它打卷了 全是花椒 我这一口就下去了 整个嘴全麻了 这一口没尝出味儿了啊 这有点像吃人生果 它这个吃到嘴里边是脆的 你要是不鲜 吃到嘴里边梗子 所以说好鹅肠配上好的底料是很重要的 鹅肠你要是用清水煮 有一股反正我是不喜欢的味道 它这个就得要用这种重口味的锅底去煮 它才好吃 人家找的这个锅底找到正根上 这个锅底适应的群体很广 这个呢是属于发酵性锅底 任何的锅底你经过发酵 到了一定的时间 它口感呢能达到最佳 假设你要刚炒出来的锅底 就跟刚酿出来的酒是一样的 非常烈非常冲 辣得你冒火 一闻就要打喷你这种感觉 但是人家这个不 闻着这种香还有入口的这种辣 都是非常柔和的 以前在北京有很多做川式火锅的 都是现炒料 后来呢也是逐步逐步都消失了 为啥那现炒还不好 不是现炒料很麻烦的 费工费人费时 技术要领要求还很高 所以说吧 现在四川好多都是什么 都是进工厂嘛 他们到工厂里去炒 咱们现在吃到市面上的火锅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都是在工厂操作的 真正的说还是有老师傅 一锅一锅炒的这样的店 目前在四川的街头 就是民间的一些小店还能看得到 可能是正硬的 和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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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省 我说得更好 谢谢大家